HELLO 大家好,我是喬寶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這台是合金興建 這台是由合金改造的 而且這次的活動是與和平基因合作 和平基因那邊好像是除了卡丁車可以在地圖上駕駛 還有跑跑專屬的搖頭表情動作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玩看看 這台的合金是賓果車 沒想到合金也有今天 從白鷹齒輪直接晉升成為賓果車 這次的新車跟人物 僑寶都蠻喜歡的 車帥,人美 重點是今天這台車還藏著一個大驚喜 我們先來看一下人物的表情語音吧 好,那這個星劍女武神他的能力是四個人以上的個人賽 完成比賽的話經驗是加15% 直線氮氣動力加1.8 然後基礎動力加1.5 那這個女角我們來環繞一下外觀 我喬寶是非常喜歡這隻的 因為不管是他的髮型、眼睛、身材 我個人覺得都蠻好看的 那他左右兩個是機械手臂 非常酷 我剛才想說這個是什麼地方的飾品 結果他是背飾 呵呵 這隻真的是蠻酷的 再來環繞一下合金的外觀 那這台合金真的是我覺得最成功、最帥的 以往只要是合金,我個人都覺得還好 沒有到非常帥 就是一看不合金之外 就是一台很笨重的車而已 那這台完全不會有那種感覺 來喔,看好 這就是這次的亮點 目前唯獨這台有的功能 幹,扯爆 這台合金會變形再變形 直接變成一台戰艦 那這真的有猛到 雖然平常只要是SR後的車帶 都會變形 但這台根本是變形再變形的喔 從車子變成戰艦 那真的蠻酷的 而且卡丁車的花招 我永遠玩不膩耶 呵呵 好啦,我們來 欸 欸 呃,我有看錯嗎 呵呵 這個是怎樣 直接透掉了喔 國王的新衣嗎 呵 直接合作國王的新衣 笑死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塗裝的部分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噴漆的部分 那現在是聖誕節 它好像有出一個聖誕專屬的配色 那我個人覺得不難看 但是就是少了那種威嚴的感覺 畢竟它是戰艦啦 對不對 好,再來這個呢 就是合金的原色啦 齁 真的是最帥合金 那接下來就是 呃,其他的一些配色 那裝上去就是一些 呃,這次戰艦的那種感覺喔 那我個人覺得 其實都蠻好看的啦 我個人覺得都蠻配的 橘色我也覺得很好看 那再來就是 呃,貼紙啊 有的沒的 那這台有流光,我們來看一下流光 裝上去的感覺 咦? 流光,我感覺好像不裝比較好看耶 因為要裝上去就感覺 有點突兀,有點奇怪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八小圖喔 那似乎只有左邊三項略微不足 那其他的表現感覺是非常厲害的喔 那改的是一樣 實時、實物 好,我們來測一下性能吧 那一台由白銀齒輪 晉升成為Bingo車的合金 那它的表現究竟會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起步 哦呦,183.0啊 哇塞,這絕對是No.1起步啦 好不好,直接183了 你看剛剛它有多好多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直線 哇196.5 哇,這台...感覺性能會爆棚耶 感覺這台性能... 哦,很可怕 哇,抓地噴射22 2.2蛤呀 非常蛤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氹氣 27 哇,273 273.5 oba 這台真的很猛耶 最後來看一下它的漂移 那他剛剛八角圖裡面飄移好像略微不足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甩尾最低 哇!101 101.0 哇吼吼吼吼 欸他這台性能真的很可怕 如果硬要收這台的缺點的話 那我就是覺得車型上的劣勢吧 因為他車子比較大台嘛 合金的車通常都比較大台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對抗 哎呦對抗感覺是非常OK的 因為合金嘛 只是因為現在大家看的都是合金 所以基本上你這個對抗 沒有查因為都是兩台很硬的車在互撞嘛 等於就是看你們的角度跟速度 來取決你們對抗誰會贏哦 那手感部分的話我個人 如果跟風之合金比的話啦 我認為風之合金的手感比這台好一點 因為這台好像更重了一些 那我上一台開的是職業混沌嘛 我們國際服的車 因為那台手感真的太好了 那我一下突然開到這台會有點不習慣 應該說非常不習慣 因為這台車太重了 這個 這個手感還比風之合金再重一點哦 哦哇哇塞 這麼這麼會卡嗎哇 我傻眼呢 哇突然一下子藍隊全部上去了 哇這個卡也很有呢嘿嘿 哇塞這個停絕對是職業等級的停啊 哇好好厲害哦 而且他 這一停我們 紅隊就直接就下來了 我們剛剛原本還234的 然後我還有機會可以追上去 但他那一卡 哇這個藍隊還在卡我 這個 這麼會卡的嗎 欸我剛剛講到哪裡 講到他跟風之合金對不對 反正兩台的手感吶 這台比風之合金還要重一點 所以你們能甩尾的力道可能要再加重一些 那這個手感呢要稍微去要習慣一下子 那因為他的性能真的是非常猛喔 我覺得這是一台合金猛獸 所以哇合金也有今天啦 欸這台合金性能是真的可怕 所以手感呢跟他的一些性能上面 就是稍微做一點調整 那因為車型關係所以你的距離也要抓準一點 就我剛剛在練習的時候啊 很常就是手感還沒抓好 然後撞牆的機率就更高 因為他車子有大嘛 好我們看一下能不能幾位成功喔 這個對抗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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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們我們跳B層跳B層啊 不跳B層的都是傻B啊好不好 我們來鋼槍囉 哈哈哈哈 好久沒玩吃雞了 哇哇哇哇這邊 哇這邊好慘 哇我這邊氣直接少一顆啊 哇我這邊沒出去有點 有點難受 這邊看能不能擠一下 齁齁 欸好可怕喔 剛剛前面那個擠位 你們那個想像就是 一堆超硬的合金在那邊擠位 所以就跟我前面講的一樣啊 你要擠出來其實也不容易啊 因為大家都是開 很硬的合金 啊我剛剛距離沒有抓好 所以我說你看那個 不是啊那個人為什麼要在 在這個地方要斷位啊 啊 天啊 這個很雷欸 不過我們排名好像可以喔 上得去嗎 欸稍微擠一下 我說因為現在大家都開這台很硬的合金 所以你們要對抗贏的話 就是非常吃你們的角度跟運氣 還有你們的速度 像我剛剛前面 就直接被擠爆 欸為什麼他們被一二 喔 天啊 隊友們 欸我今天都還沒贏過欸 怎麼那麼慘啊 你看看這個女角 你看看這個女角 多騷啊 她有眨眼 那邊有放電 唉唷我會輸都是因為你 你知道嗎 因為整場都在看你 哈哈 哈哈 我是我也太宅了吧 竟然在撩遊戲裡面的角色 好噁喔 那這台車我相信你只要熟悉他的手感之後啊 我跟你講 人人都會怕你 因為你不但可以撞 你不但可以卡 你還可以跑非常快你知道嗎 你只要克服這台的車型上的劣勢跟缺點啊 那我相信這台車絕對會非常可怕 因為他的性能 你們剛才看到了嗎 哇齁齁 非常可怕 合金你敢惹 蛤 戰劍你也敢惹 你惹不起 好不好 小心你直接落地成河 不是啊 為什麼這場我一直卡籃 然後都沒有藍氣啊 我的隊友原本在甩尾啊 奇怪 欸都是紅捏 怎麼紅一變天 紅透透啊 這個藍來的點都很奇怪 嗯 我感覺我隊友都沒有在甩尾 可是明一次 我看你都還OK啊 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子 我已經臉輸了啊 我不想再輸了啊 拜託讓我贏一場 贏一場也可以好不好 拜託紅隊 給我一份愛 讓我來獲勝吧 這份愛會不會 會不會 讓你也好疲憊 可是我覺得很怪欸 紅 我真的是每一 每一個 脫飄完的氣 都是紅的 就是我感覺藍氣 都是我自己在甩的欸 哎呀我剛剛這邊少了一顆氣 完了這邊有點 噢唷 接到了 不對啊你看 真的都是我在甩藍欸 欸真的 你看我甩完藍 哪一個 你看 又哪一個 都是我的啊 然後你看都停住了 而且他們 給藍的時間都好怪喔 天啊 隊友在幹嘛啊 呵呵 但是應該是贏了啦 氣死了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還在努力的敲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啦其實我知道這場其實都是人機 好嗎 我只是在刷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讓我有一點 嗯 有人在玩的感覺